一国会通过信任投票民粹派新政府走马上任 意大利民粹派新政府取得国会两院信任 今天正式入主这个欧洲第三大经济体的执政体系 法新社报道 反建制派政党五星运动 5-Star Movement 合集右翼政党联盟党 League 结盟 在众议院获350票赞成 236票反对 另有35票弃权 参议院昨天通过对新总理孔帝 Juseppe Condi 政府的信任投票 意大利历经数个月政治动荡 让欧洲联盟 EU官员感到担忧并震撼金融市场 新的执政联盟一日宣誓就职 53岁的孔帝来自学术圈 是个政治新手 国会两院投票通过 授权孔帝执行改革政府的计划 新政计划结合大幅减税及反准结措施 例如保障最贫穷民众每月能获得基本薪资 但意大利债台高筑 这项计划让许多国内外观察人士感到担忧 新政府也对移民采强硬态度 承诺抑制新移民入境 并加速驱逐非法移民 纳政部长萨尔维尼 Matteo Sorvini 今天进一步表示 他要让庇护中心城为封闭建筑 这样移民就不会在我们的城市里游荡 ri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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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